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互港开市通 我是陈子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开市焦点 港股再创于两年半的新低 技术上虽然相当超卖 为市场是缺乏利好消息提振 隔晚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ADR预示港股 今早只能是轻微反弹 可能限制于2万点水平 隔晚美股反复表现 油价跌破了32美元 创下12年的新低 同价创新年新低 在美国买卖的港股预托证券ADR叫本港收市比较 造价个别发展 ADR港股比例指数收报19923点 叫本港周一收市高34点或0.17% 因为港股经过昨日大跌之后 今早也只能是轻微反弹 在业期方面 收市升幅也收窄 仅剩67点 报在2010点 横指昨日大跌565点或2.8% 收报1988点 国际指数更是跌340点或3.9% 收报在8505点 虽然港股已经呈现相当的超卖 为昨日大势沟空比例 未见显著回落为12.8% 连续7个交易日是处于商位数 昨日有超过20只的蓝筹股 再次创下了52周新低 内地股市昨日是上演暂停熔断机制后的大跌市 上证指数是急跌5.3% 报在3016点 也为全日低位 较去年8月底的2850点 也就是此轮A股泡沫爆破之后的低位 只有166点的距离 走势严峻 且看今日上证3000点的心理关口会否失守 另外 试传人行再度的是干预了离岸人民币的市场 昨日人民币反弹或有望舒缓市场的气氛 再来关注焦点板块方面 券商股昨日是估压明显 收市之后个别公司发出公告 广发证券发出引起 预期去年净利润是增长1.55倍至1.64倍 而华泰证券公布去年12月 净利润是4亿2358万元的人民币 暗月跌4乘1 留意相关股份的表现 再来看焦点股份 聚江建设 浙江省建筑公司聚江建设 今日是首日挂牌 据徽利资料 聚江的按盘收报在1块4毛6 较招股价1块3毛5是高出8% 那么今天的大盘走势是怎么样的呢 让我们一起来连线药材证券的 中国区业务部发展经理黄林杰先生 来我们做出具体的分析 Hello Ryan 你好 Hello Christian 你好 大家好 那首先来关注一下A股方面 那么周一的市场是出现了继续的暴跌 那么还是出现了千股跌停的状况 那么近期市场也是经过的这个下跌 都是超过了大家的预期 那么户指昨天是跌到3000点的关口之前 那么A股整体的调整风险 其实是已经得到了这样一个适当的 这个事发的 那么多头随时有望是上演这个绝地反击 那么结合晚间消息的消息面上呢 就表示有三大因素是有望支持这个A股的 那么当中第一利好消息呢 就表示是离岸人民币是大涨800个基点 那么其二呢就是券商的业绩快报 是大幅度的增加的 那么第三个利好消息呢 就是3000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强力的支撑的 虽然Ren 你认为这几个利好的因素 会扭转A股今天的走势吗 A股走势呢 今天只是一开盘的时候已经跌破了3000 来到了个2990 但是我们看到呢 它确实有一个力度反弹了 就要15分钟左右了 就反弹到3045 但是在这个反弹当中呢 我觉得还是力度不够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只有一期生的反弹 但是现在跌到那个位置呢 我们可以看留意3000点那个关口呢 今天收盘这些能不能够站得住 否则的话呢 我可能呢 对这个A股呢 比较悲观一点呢 如果守不住3000点的话呢 应该有城市上一年那个地位了 都在那个2800点水平左右 因为港股那边呢 都已经跌破了上一年的地位了 所以3000点那个关口 确实是很关键的 在今天的收盘 那就要看一下今天收盘的时候 3000钱能不能保得住了 那么关注完了A股呢 再来看一下港股方面 那么昨天呢 港股是再度的急错 收市呢 是跌超过560个点 那么六个交易日呢 是累积下挫了2000点 那么也是失守了2万点的 这样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口啊 那么也是属于严重超卖 所以Ryan 你目前呢 已经失守了2万点 那你是怎么看待港股的支持位呢 那什么时候又会出现反弹 那港股也是一样啊 跟A股一样 我们都在这个2万点的 那个心理关口在增值 今天呢 上午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 跟随A股有一个反弹不错的 这个走势 但是回到这里呢 在2万点之间在增值 我们也可能要看这A股 到底它今天能不能 占出3000点的水平 否则的话呢 我觉得呢 港股可能也会跟随它呢 说一个下点 有机会呢 如果下一个左立位的话 可能要看到 三年之前的那个低位了 就是说一个19400点 那个水平 如果今天能够 撑得住的话呢 反弹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嗯 好的 感谢Ryan 给我们最初的详细分析了 希望Ryan的分析呢 是可以帮助到大家的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截止到目前为止 主要篮球股的具体表现 汇丰控股涨7毛5 中国移动涨2毛5 建设银行涨4分 工商银行涨3分 中国银行涨3分 港交所涨5毛 中国人寿涨2毛 油邦保险涨1毛 腾讯控股涨1块 金沙中国5涨幅 长河涨1毛 新宏记地产5涨幅 九龙舱跌4毛 中国海外涨2毛 华润质地跌8分 中海油跌7分 中石油涨1分 中石化涨5分 宽乐能源跌5分 中国神华涨6分 关注完了股市 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主要财经资讯 杀杀国具 极致去年抵址的 第三季度零售 以及批发营业额 达到21.4亿港元 按年是下跌了14.2% 其中港澳地区 相关营业额 约为17.4亿元 按年是下跌15.8% 而相关的铜电销售 按年是跌12.2% 平均美宗交易金额 为366港元 按年减少9.1% 而至于内地 新加坡 台湾等其他市场的 相关营业额 按年也跌6.7% 公司指出 港澳地区 期内整体消费气氛 仍受到港元强势影响 而持续疲弱 而一周一行政策 也导致 继日往返旅客人次 按年跌幅 在期内是明显扩大 预期有关负面效应 会持续影响 本地的零售市场 公司就表示 会积极地优化产品组合 以及提升顾客购物体验 以迎合消费者在快速 转变市场当中的相关需求 本港人民币资金 是再度的紧张 星期一 离岸人民币银行 同业隔夜拆息定盘价 飙升至了13.4厘的记录新高 较上星期五 大幅的是增加了超过9厘 交易时段更高近25厘 金管局发言人就表示 留意到离岸人民币 拆息的上升 反映资金供应紧张 但拆借市场整体是运作有序 金管局透过人民币流动资金安排 加上一级流动性的提供行的配合 为银行是提供了流动性的支持 今日有关安排使用量是有所增加 当局会继续地密切留意 市场的相关发展 常识地产的投资董事 郭子薇日前就指出 公司去年在内地的销售 是达到了35亿元人民币 其中北京及上海贡献为 20亿元及15亿元 他就预期 如果今年预售获批 进度良好 2016年的销售额是有望倍增至 至少70亿元 他就指出 公司今年将会推出 北京与天下最后一批别墅单位 以及上海的湖半天下 以及高尚领域 计划会在农历新年之后 是开始正式的推盘 恒大地产日前公布 公司目前已经完成发行了 一笔金额为4亿美元 并于2019年到期的 7.8%的私募票据 于昨日也就是11日 公司与瑞士信贷 招商证券 以及海通国际 就发行金额为3亿美元 并于2019年到期的 8%优先票据 是订立了购买协议 两笔票据发行 估计所得款项金额合计 将会约为6.94亿美元 公司已将有关的款项 用于为集团1月19日 到期的本金37亿 人民币9.25%优先票据 以及其他现有债务 是进行再融资 剩余的款项 你作为一般营运资金的 相关用途 好了 感谢您收看 今天早上的互港开市通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 我们下期的节目 再来 都赞",遇见